我以你的為主 我以你的角度為主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是Toyota的Artist 這台車在台灣停紅綠燈的時候幾乎都有辦法辦大會行 因為它在台灣銷售狀狀非常非常好 這台是九代的 我們好像沒有開過直播吧 所以今天開的直播還有錄影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那這部車其實都還是原廠的 除了外觀鍵之外 連目前的輪胎的規格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15吋規格 那這台的話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本 避震器的話損壞的狀況有點嚴重 所以包含平台的一些東西 例如說離載算好 這個使用的里程序也多了 就一定來做太快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原廠的前面是麥花承 麥花承的水調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它還要負責轉向 它還負責轉向 這個比較大支的 這個是前面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它還有一個上座 這個有一個軸承 這個轉起來都有點卡卡了 它的上座的話 下方有一個軸承 這個軸承的話應該是用久了損壞了 所以KT的話 不論這台車不論是前面的避震器 或者是後面的避震器 我們都有負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像這樣的車輪都超過10年了 如果拆下來上座來沿用的話 也許有可能像這個上座軸承壞掉了 它轉向也有可能會有異音啊 所以我們的話就有KT的話 就有負全機的上座 第一個 計時在拆裝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不需要再拆上座來沿用 第二個 那萬一裝上去的時候有問題的話 那到底是KT的避震器有問題 或者是它原廠上座有問題 就很難做責任的釐清 所以KT的避震器呢 有負上座 所以在時光上的話 對計時來說是比較友善 那後面的話 它的懸吊系統大概是 算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它的後方 避震器跟彈簧是一體的 是一體的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話 我們的話 KT有附上座 有附上座 這個是前面的離載 雖然它壞掉了 所以我們一邊來把它做 做太換 一邊來做太換 是沒有插好嗎 把那個插孔插好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這台車 不論從9代 10代 11代 90 11代 甚至是11.5代的話 它的後方的避震器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定 後方的話 是用5公斤 是用193公斤 所以我們KT的設定 有特別把後彈簧的長度 把它拉長 後面的彈簧 一般的設計 有可能是16公分 17公分 那KT的設定 有把它拉長到19公分 就是190mm 彈簧的公斤數 是5公斤 以這台車來說 它的後方的懸吊系統 算是考驗避震氣場 有一個艱難的地方 如果後方的彈簧 第一個太短的話 那鐵電會不好做 後方的彈簧 假設公斤數過高 那在空載的時候 也會不好做 所以後方的彈簧公斤數 大概是比較建議的公斤數 大概是4.5公斤 到5.5公斤 這個上下 所以KT的話 是配置了5公斤 後方的彈簧 是配置5公斤 那車高的調整 它並不是靠 壓縮彈簧 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 乘坐感覺呢 這個地方都是固定的 所以調高調低 開起來感覺都是一樣的 是靠腳管的上下相對的位置 如果整體長度變長的話 車高就會變高 縮短的話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 第一個 區間範圍呢 蠻大的 所以它調高調低範圍也大 調高或調低 開起來的乘坐感覺 也不會落差太大 那今天的車高會大概 後面大概是降到兩指幅左右 因為有大包 前方的話 除了大包還有一個下包 所以車主的話 沒有要降的特別低 前方的話大概是兩指幅 後方的話大概是兩指幅 那這台車 KT的避震器 不只是負責有辦法高低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這台車的軟硬的調整 是在後座的內部 所以我們鏡頭離到副駕那邊 然後我這邊打開 開門一下 開門一下 整個座這邊幫忙採手 就在後座 好 那後座的話 在後座 這個不論是90、11代 它都是能往前先 往前先之後 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上部的話 如果要調整阻尼 從這個KT的LOGO 這裡 這個是一個旋鈕 往順時針 它有一個H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調整的話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飾板的話 這裡會有一個塑膠的扣具 在這裡 所以要調整的時候 把這個扣具拉開之後 這個飾板 往內摺 就可以調整得到了 那拆裝便器 其實這台車也還蠻方便的 所以這個 調整阻尼的方式 是從後方的話 是從這裡 我們再把鏡頭呢 移到前面前面來 那順道一題 順道一題 這個是 像剛剛 因為剛剛車友 有詢問說 我們也有7075的羅帽 羅帽拿一盒來給我 7075的羅帽 那像這樣的羅帽 這個是原廠的羅帽 其實它這樣的規格 是給原廠的旅圈來專用的 拿一顆的就好 裡面加上有一顆的 所以它的 像這個羅帽的話 就要和原廠的規格 如果是改裝的羅帽 它的錐度角是不同的 所以它就不同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頭呢 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60度的 這種的是適合改裝旅圈 這個是原廠旅圈 這個不能給原廠旅圈來使用 所以羅帽的規格不同 在使用上的東西 跟在使用的旅圈上 也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如果有車 有改裝的話要特別小心 如果這個 這個是給原廠旅圈用的 這個先放著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是曼化成的卷調系統 你看我們配置的 台灣公斤數是7公斤 那這台車 我們有附上座 剛剛有提到了 它上座的話 引擎是打開 這裡有三顆螺絲 在中心點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那調整的方式跟後面是一樣的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從這個地方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那它車高的調整 是跟後方一樣的 是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往逆時針的方向旋鬆 它的平衡器就能旋轉 我們把它旋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縮短的話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能前面的話 今天預計大概做兩指半左右 設定大概兩指半 那KT的用料部分 在主尼尼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IP的主尼尼 油封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這個東西 零配件的話 都是材料都是相當的棒 像是Artist應該有很多的車友 是裝綠色的品牌的日本的Tim 像Tim的話它的油封 也是使用日本最棒的NOK的油封 主尼尼的話 義大利IP的主尼尼 有一個 如果車友們 有叫熱血的話 有愛奇重機的話 有一個義大利很知名的重機品牌 叫Aprilia Aprilia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 前叉指定用油 跟後面避震器的用油 都是使用義大利最棒的IP的主尼尼尼 所以它的油品的抗衰退性 總統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唯一就只有一個缺點 它的單價 因為是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 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單價呢 就稍微較高一點點 那主尼的調整 記得提醒一下車友 第一個 它的胎壓 一定要特別注意 在日系車 我們在駕駛座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 就有胎壓的建議值 一般來說 大概是32-33PSI 如果胎壓正確的時候 我們再來調阻尼 那調整阻尼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假設前面是18段 後面的話 10段也沒有關係 前後可以不用對稱 但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今天介紹的這台是9代的 這個也是TAT的車友 這台是9代的Artis 如果下次有機會再安裝到Artis的話 我們再開直播 跟各位朋友來做分享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